沙沙沙 江源走在酒店的走廊间 脚下是偏软蓝色花纹的长毛质感的地毯 身侧是近乎落地的玻璃窗 走廊过道上还摆着薄骨架 放着原单正品的鬼谷子下山原青花 墙上挂了一排的西方油画 鹿肉 打圣光 有题词 窗外的景色却是沉浸式的美 绿树繁茂 远眺有乌龙山的围额 连绵不断 镜瓶有雕琢的远景 曾鸾叠杖 最妙的是酒店外围 一条川流不息的湍急小河 传来轻盈的水声 感觉很是舒适 江源站在落地窗前注视着前方 看着美景 想着心事 他是跟着大队长黄强明过来 一起看新红大酒店的现场布局 心中既激动 又有些忐忑 这次面对的对手不知道是如何 但是他是看过那一具具不齐全的尸首 骨头 其实也已经能想象了 内心里 他有些害怕凶手会来这里 又希望凶手会来 景夜镇因为靠近乌龙山 是前往乌龙山的重要通道 这里还有很多中草药的加工厂 号称是乌龙山地区的中草药加工和集散地 但熟悉乌龙山周边城市以后 就会发现 周围每个乡镇 县和市 都号称自己是中草药集散地 乌龙山里的采药人都不见得有这么多 倒是有些旅友专门在景夜镇修整 围接下来的徒步旅行 或者探险活动做最后的准备 新红大酒店在景夜镇不算是最好的 但因为养了龙 所以可以K哥 打牌 洗脚 按摩 泡澡 吃饭 这酒店很适合进来待几天 昏天地暗 都不用走 这是陈凡交代的 五人组最常来的酒店 江远站在这里 脑海里浮出一个画面 走廊对面跌跌撞撞的两个喝多的人搀扶着朝他走来 脸庞都很黑 脖子晒得发红 后面跟着三个人 两个并排 最后一个人慢慢走 五人狩猎对里面郭和刘喜欢赌博 嫖娼 抽烟 喝烈酒 另外陈凡的叔叔陈德令喜欢攒钱 比较小气 每次出来吃喝玩乐 都不怎么付钱 还有姓胡的这支队伍的老大 爱好单纯 就是打猎 到了这里也只是吃饭 休整 锻炼 不做多余的事情 每次都是他催着进山 还有一个姓王的 也赌博 也嫖娼 也抽 也喝 也小气 也爱打猎 所有人的枪法都很好 对于这家酒店 专案组内部是有一定的分歧的 有人猜测 五人组很可能有多个住所 但只在此处与陈凡交易 负责景业镇现场的黄强明对此并不认可 他向来是不太喜欢这种过于高估对手的做法 高估意味着高投入 一次两次还好 次数多了 刑警队的经费会反抗的 虽然说 这五名狩猎老确实是很厉害 案情通报里的杀人方式 也确实令人吃惊 但就黄强明的想法 五人依旧是民间恶人 他们在大山里的穷凶极恶 不代表能转化成间谍街头般的谨慎 时不时的换着地方住就已经很细致了 在到了景业镇这么小的地方还想着换酒店来接待不同的宾客 那怕是要细断掉 江远到了新红大酒店之后 也赞同黄强明的意见 埋伏一个酒店和一个镇子是两个概念 后者工作繁多 风险也巨大 如果五人组真的没有入住这间新红大酒店 那就只能重新调整布房 反正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第二个藏身处 对于新红大酒店 江远是节节实实地踩了好几遍的点 他踩点还不是单纯的踩点 运用孙静怡的移则 LV2的素描技巧 江远还将自己踩过的点 全部以素描的形式 在纸面上复现 配合酒店自己提供的平面图 刑警队可以更方便地在纸面上布置和讨论战术 是真的讨论战术 对刑警队来说 这也是一个超级严肃的问题了 以往的抓捕 虽然也要说计划 谈方案 但更多的是从抓捕的成功性上去谈论的 除了弃毒 大部分的抓捕任务 用3比1 4比1的人手上阵 都已经是为了安全性做的冗余要求了 真到了现场 不说八成的犯罪嫌疑人都是束手就擒的 偶尔有跑起来 逃脱的 那也都是以追为主 积极反抗的 对刑警队来说 一年半载都见不到一次 但有枪 就真的不一样了 像是双管裂枪这种武器 隔着门 中指 食指一起扣 能把门另一边的人全打成筛子 再一个 大家也没有应对枪械的经验 就是黄强明这一代人 当警察的时候 市面上的枪械也已经很少了 这其实才是最关键的 警察针对犯罪分子 最有利的其实是经验 一个警察从入职到成熟 见过的犯罪分子比国族进过的囚都多 而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没有经过监狱进修的犯罪嫌疑人 往往就显得比较稚嫩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命案中 多少人自以为是的设计出了完美谋杀 那些处心积虑的想要杀人的 特别是准备杀死身边人的案子 要说的经过多少葛不眠之夜才会痛下决心 但这种案子 绝大多数都在72小时内就侦破了 原因很简单 有经验的老警察 跟嫌疑人搭几句话 后者很可能都紧张得不行 其所设想的完美谋杀 又如何能完美实施呢 如果在公司年会发言的时候都紧张 无法在班级活动中挥洒自如 那头一次杀人想表现的好 头一次面对刑警想挥洒自如的 还是应该考虑先报个班啥的 驻台县刑警队的一群警察们 现在就是缺个类似CS的训练计划 好在一队武警很快赶到 带队的队长周刚不到30岁 比在场的大部分刑警年纪都要小 他个子不高 但是十分强壮 露在外头的胳膊帮硬帮硬的 看着他和队员们携带的长枪粗枪短枪 大家一时间都有喊爸爸的冲动 你们先不要进场 可以分批次的到酒店里看看地形 黄强明跟周刚也熟识 介绍了情况后 就开口商量工作 周刚应了声好 黄强明再道 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不强 他们是常年生活在山里的 但是 他们每年在酒店的消费额很高 我担心酒店的工作人员 会有通风暴行的冲动 他是刑警队长 接触的社会人多 疑心也重 全部控制起来 换咱们的人行不行 武警周刚站的板证 像是一颗壮壮的轻松 给出的建议也是直直的 硬邦邦的 新人法医江远还是头一次近距离接触武警 心中还挺羡慕的 哪个少年不想扛枪 黄强明琢磨着道 我们已经把老板控制起来了 但他们应该有熟悉的服务员 我不想进门就抓人 容易打草惊蛇 让老板选人 周刚道 喂 恩 给他好好说一说 四条人命的案子 他也敢沾包 如果是他选的人出了问题 那他自己掂量掂量 周刚抵达后的第二条建议 依旧是硬刚 但黄强明想了一下 竟是不决点头 应该可以 新红大酒店号称四星级酒店 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一个酒店 老板罗新红的能量也就止步于本地 在本地算是个能耐人 胖胖的一个土老板 调查过老板的日常 可以判断 他和乌龙山野人案嫌犯五人组没什么特殊的关系在里面 无非就是比较能花钱的熟客关系 罗新红也关注过这几人 心里有点谱 这几人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 不然正常过日子 哪有这样花销的 不过他是酒店老板啊 自然不会傻的去举报自己的客人 客人会花钱 他高兴还来不及 只要不在他酒店里乱搞 去外面干啥 关他啥事 罗新红被抓的时候还一脸蒙逼 他是个土老板 但是做生意的 尤其知道想做长久生意 什么能碰 什么不能碰 他慌得在算自己啥情况 会坐牢吗 坐一两年牢的话 他勉强能接受 他死对头大海就是坐过牢 出来牛逼得很 可是坐二十年牢 那就完蛋了 坐两年牢的表现良好 一年多就出来了 期间还有钱用 生意都能勉强运行下去 但要是坐二零年的牢 那就不用算时间了 酒店肯定的被人给瓜分了 他自己在牢里 也得面临少钱花的局面 老婆孩子也不知道跟谁了 众所周知 监狱里才是花钱如流水的地方 小卖部自由都得开销醋万元 黄队啥都没有多说 罗欣宏就吓得家尿了 黄队说啥 他都点头 没看 武警都出动了 周刚扛着枪 看黄队交涉 将远默默地掏出了中华 挨个给发了一圈 黄队把老板安抚好了 就过来跟周刚确认抓捕方案 一边也拿了一根中华 关于抓捕这方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咱们先放人进酒店 这样就能保证最基本的区域控制 接着 具体的抓捕时间 第一时间点 我建议在他们进酒店一个小时后 第二时间点 在他们的用餐时间 第三时间点 等他们睡着 我还是尽可能想要活捉五个人 周刚听他说 看着江远现场画的素描图 有些怪异地看了一眼他 然后手指在素描图上点来点去 对方有枪 我不能保证活捉 周刚开口道 那肯定 首先以大家的生命安全为主 黄强明点头道 接下来就是蹲守 一天 两天 三天 第五天 目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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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